我们中研大学对这个success成功是什么样的定义 你能够发挥你的潜力在我们的心目中间 You are a successful person 考卷真的只是一时的分数 那能力才能够带着走 我们希望说我们培养的学生 能够充分的结合科技与人文 然后造福人群 那时候真的我们这个销驴的这米真的吃不完 后来呢慢慢的到快七十几年的 工商业发达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销驴就是慢慢就外流了 慢慢的乌龙就是我们这个稻谷这些 量就会慢慢减少 因为老人家了嘛体力有限了嘛 所以我们就做了独一无二的销驴文创名 希望可以赋予销驴一个更新的生命力 当我们把我们的作品提出来的时候 具名他们的反馈跟他们脸上的笑容 你会觉得我好像在做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 很好吃啊 你好像是鸡翅膀 教理有太多的故事 我们学设计的小孩子 我们就让他能够接触大自然 能接触泥土 他很多设计的手法 不再是驾驭在传统那种教科书式的 我们的设计不再只是为了 金字塔顶端的人 是为社会服务 一年一年增加这个方钢科进来 都来这个参访这些的 所以带动我们这地方的繁荣 跟以前就差很多了 把以前的摸了繁荣 现在就带着繁荣 就带上来了 对于我们学生最重要的事情 是可以让我们所学的东西 真正的实际的回馈这个社会 我们的大学社会责任 不是只是站在教室里面 把课教完 是把我们的学生 培养成为社会需要的 台湾需要的 世界需要的人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